飛官執行夜航訓練疑似動力失效 在新竹外海失事 10號晚間駕駛幻象2000戰機的飛官謝沛勳 跳傘逃生 最後平安獲救 而總統賴清德今天也趕往醫院探視飛官 由於他是背部落海 所以傷勢集中在頸部背部還有手部挫傷 而且有吸入海水 未來也要觀察是否有吸入性肺炎的狀況 謝沛勳飛官歷經5小時戰機失事驚魂 奇蹟生還獲救 目前意識清楚 他那時候有明顯的頸部背部 還有手部的一些臭傷的情形 那根據他受傷的肌轉 以及他的狀況 我們很快速的安排一些檢查 沒有奴內出血 也沒有明顯的脊椎 或是脊椎的受傷 經過一夜休息 飛官精神不錯 情緒穩定也能夠正常應對 但因為他是背部落海 加上有吸入海水 未來醫師觀察重點 會著重在肺部跟頸部 畢竟那個肌爪還是會造成 我們頸部相當大的壓力 所以第一個還是看看有沒有一些 頸椎上面 或是背部脊椎的變化 那第二個 注射的時候難免會嗆到水 所以我們在初步檢查的時候 因為發炎指數 白雪球也稍微高了一些些 所以其實後續也會觀察 會不會有一些吸入性肺炎的狀況 謝沛勳飛官10號晚間8點35分 駕駛幻向2000戰機 進行夜航訓練 一次動力失效 他緊急跳傘逃生 隨後軍方展開搜秀行動 一開始在新竹外海巡獲飛官 要進行直升機吊掛 卻因為吊攔鋼欄故障 改海上救援 沒想到海巡艇甲板太小 無法吊掛 改由海巡艇直送新竹南寮漁港 結果又碰上退潮 最後改送到台中港 救援行動一波三折 總統賴清德 一早也搭飛機趕到醫院 探視飛官傷勢 國安部顧部長已經有提到 他們會進行他們應有的程序 來進行各項的檢驗措施 連書上滿滿家庭合照 育有兩名子女的線性飛官 平安獲救 不僅讓家屬放下心中大石頭 也讓外界鬆一口氣 叫潘昕 劉淇宇SNG小組 台中報導